加州最高法院为了更正一百多年前 加州排华法案的错误 在昨天决定追认清朝留美学生张康仁 加州律师执照 让身为美国第一位 中国裔职业律师的张康仁 获得应有的尊重 张康仁是中国清朝首批送到 美国留学的儿童之一 曾经在耶鲁大学就学 后来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 之后他在纽约 申请律师执照 但由于当时的排华法案 使得他申请过程充满艰辛 后来纽约市普通诉讼法院 判定张康仁可以入籍美国 也让他终于拿到律师资格 成为第一位在美国担任律师的中国人 后来张康仁搬往了加州九金山 加州却因为严重排华情节 在1890年拒绝张康仁的 律师执照申请 张康仁后来回到中国 之后又返回美国 其间成为成功的银行家 以及外交官 他在1926年并逝与加州伯克来 2011年 戴维斯加大法学院的 亚太裔学生协会 透过加州律师协会 向法庭递交申请 要求推翻1890年的裁定 加州最高法院昨天推翻了1980年的裁决 追认张康仁的加州律师执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